台中警方破獲一起擄人勒署案 被害人遭囚禁長達一個月 警方成功救出人質 並撞到十一名嫌犯 近來台中治安亮起紅燈 包括地方角頭被人開槍殺害 以及女大生當街被擄走性侵害 台中市長胡志強 雖然坦承壓力大 但強調不向黑道低頭 台中市已經向警政署 請求維安警力進駐 英國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灣的 專油平台四月二十二號爆炸沉默 原本採用灌江堵塞油井口的 做法失敗後 更讓解決漏油問題的確切時程 繼續延長 據估計已有三千萬加倫石油 流入墨西哥灣 造成莫大的環境傷害 美國總統歐巴馬 也表示憤怒和心碎 並將投入三倍資源清理油污 以保護海岸以及失地生態 今天是報稅最後一天 不過還有三成月一百二十萬戶 還沒有完成申報 提醒民眾人工收件到今晚七點 但網路申報則到晚上十二點為止 另外六月一號起 電費改採下月電價計算 用電越多累計的電費也會越高 但為了獎勵節約 台電公司表示 只要電費比去年同期 省超過百分之五 電費就會有折扣 衛生署長楊智良 因為一喜癌末急救 浪費生命的言論 遭到批評不當發言 但對於癌症末期如何照護 卻也呈現每個人面對生命時 所抱持的不同態度 傳統觀念讓死亡難免忌諱 然而插管 氣切 電極等癌症急救 延續生命的同時 也延長了病痛折磨 當生命走向盡頭時 如何讓有限生命 活得更光彩 獲得更有尊嚴的對待 大家都還在摸索與學習 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主持人 鄧信聰 上個禮拜衛生署長楊智良的一番談話 他講說癌症末期的這些病患 如果在做積極的這些急救 包括說電急 包括說氣切 包括所謂的插管等等 這種積極性的甚至是侵入性的治療 不但是浪費醫療資源 也是浪費生命 生命其實也包括死亡最後的這一段過程 當然他這樣的言論引起很多的討論 甚至有很多人批評 衛生署長不應該講這樣子的話 因為如果要節省醫療資源的話 應該是去減少所謂的健保黑洞的問題 可是這樣子的言論又引發出來 各界在思考 當我們最親愛跟我們最親近的家人 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不該做這樣子一個急救 到底該救還是不該救 如果說我們放棄積極治療 放棄插管 放棄氣切的話 我們真的捨得跟這樣的家人做分離嗎 真的能夠見死不救嗎 可是如果說我們不做這樣子一個決定 繼續去做積極性的治療 包括電擊 可能旁邊的等級 包括說氣切 包括說所謂的心肺的這一種功能的 復甦的這個情形的話 真的能夠救回來這種生命嗎 如果做這麼痛苦的這個醫療措施 而只是延續幾天或者是幾個月的生命 這樣的生命 它的到底意義又是在如何 這當然沒有所謂的標準正確答案 當然跟每一個人 以及他的家屬之間的關係 會有很大很大的差異 可是我們今天要好好討論 所謂的積極治療 當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有不同的方式來思考 我們能不能有更全面 對生命以及尊嚴的另外一種的認識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 核性治癌中心醫院的副院長 同時也是國內治療癌症的權威 謝炎堯 謝教授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作家廖輝英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們再歡迎現在是直腸癌的患者 我們當然希望很快可以痊癒 我們歡迎湯家安 謝安你好 大家好我是湯家安 我們再歡迎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的常務理事 他本身也是一位護理師李英芬 李護理事你好 大家好我是李英芬 我們再來看看衛生署長楊智良的這一番談話引起的爭論 大家好好應該要來思考就是當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 包括自己包括親人如何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病患的時候最後很難避免插管呼吸器電擊 但是這些做這些動作說實在話 是浪費生命 就是浪費生命這句話引起外界的抨擊 衛生署長楊智良日前在立法院被巡視表示 癌磨病患要靠插管或電擊來維持生命 不僅是折磨也浪費生命 癌磨病人可以選擇安寧療護法 不僅可以減輕痛苦也可以有尊嚴的離開 楊智良的談話引起不小的爭議 不過他強調他是希望大家能夠思考 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 安寧療護或許比較不浪費健保資源 也能保有病人的尊嚴 但過程中也並不是全然的沒有病痛 而對家屬來說 無論是安寧照顧或是插管器切 結果都是必須看著自己所愛的人受苦 如何選擇對家人來說都是折磨 保守歌王洪一峰在今年因為胰臟癌過世 在治療的過程中 醫院也選擇曾經施打強心針急救 但家人最後還是選擇了安寧照護的方式 家人一致認同 決定選擇安寧療護的方式 尊重生命的品質跟尊嚴 使家人能夠常常陪在爸爸的身邊 究竟要延續親人的生命還是要尊重 生命最後的品質與尊嚴 對活著的家人來說又是多麼痛苦的決定 婚姻姐我要請教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選擇 是的 救或是不救 就真的沒有人可以捨得 或者是做那個決定說放棄治療 因為你知道管子拔起來之後一定會離開我們 沒有子女敢做這樣的決定 也沒有子女捨得做這樣的決定 可是你想你繼續做這樣真的很痛苦 你看他那個氣切的樣子連呼吸都會 你就會感受到他那種痛苦 可是你又怎麼捨得讓他繼續痛苦下去 我想說怎麼辦 該怎麼理解這個問題 通常是這樣子 像你說要主動 子女主動說 不要治療 繼續治療長者對不對 其實有些子女會覺得說 這個在整個社會的世俗價值裡面 會有馬上有輿論會攻擊 哇 你們很普通的 那老頭人為了要先擔拔一下 或是為了不要照顧 所以就這樣 其實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有一種誇然的想法 也許有奇蹟他可能就會病痛稍好一點 也許他有一個比較 最後的那一層比較安寧的 那這樣也是一個機會 所以其實做子女在決定這個事情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坦白講做氣切以後 對一個生命的尊嚴跟痛苦來講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受不了的 老實講那氣切以後 我想我們目前有那個專家在 但是就我看到的 我的親友之間我看到 就插管氣切以後 常常那個痰都弄不出來 弄到快要嗆死那種感覺 然後其實他有時候也不一定有知覺 所以其實在我目前覺得有一個觀念 其實老人家 我覺得如果上巴士以後 像這樣痛苦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甚至有很多長者會要求子女說 會求她說拜託讓我走 拜託你怎麼給我煮一下 還是怎樣讓我走 真的很可憐這樣哀求 可是子女就說我做了我就不笑 我等於說促奪一個生命 但我覺得最近的情況有一點改善 像坦白講就我一個親戚 他其實也是大腸癌 大腸癌的時候 醫生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身體這麼好 而且你這個東西並不嚴重 這個癌並不嚴重 所以我把你切掉了那一段好的那個腸子 冰凍起來 等到你配合我做三十幾次的化療還是電療 那兩個直接在一起這樣子 那麼我在好了以後 我就把你把這塊這一條腸子接上去 結果我這個親戚配合做了三十幾次的 所有的醫生屬婦的 他全部配合就非常合作 到有一天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想要起來拿個杯子去喝茶 就站起來就倒下去 就自己跌桌在地上 他才發現說他完全沒有力氣 然後在緊急送到醫院以後 那個醫生就說現在已經沒救了 可是你剛開始給一個病人說 已經那麼抱那麼大的希望 所以呢他後來非常後悔 他後來住進安寧病房 經過一個心裡的焦慮跟轉折 他自己折騰很久以後 他說他願意去住安寧病房 然後呢他就有時候我們去看 他會跟我們講說 其實他很後悔說 當時接受這樣跟醫生配合得這麼好 做完這所有的療程 沒有想到經過那麼多痛苦以後 療程的結果是這樣 他有很多事沒有做 好多地方沒有去 所以他覺得很遺憾 他認為當初的配合是錯的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也碰到就是說 醫生的判斷是不是正確 或者醫生有沒有因為業績的壓力 而對病人做一些 譬如說也許不死的這種判斷 那麼害病人沒有辦法 正確的評斷 跟判斷自己的生命到底到了什麼程度 其實很多人是糊裡糊塗走了 對不對 那有些人是 你要清楚的知道 我有告別的時間 我知道我的 最後的生命那一層 要怎麼樣有尊嚴的走完 我可以減少痛苦 我可以比較用安詳的態度 跟來看我的親友朋友告別 那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其實 你在那種沒有 在不明狀況下 到達臨終那一層的時候 病人會很不甘心 是 可是謝教授 我要請教 就是說我們其實常常看 電視新聞 就偶爾會有那種新聞說 植物人被治癒了 突然好了 或者是說 都已經真的到最後的末期了 可是經過急救之後 他又延續了生命 我們來看看 就是所謂的生命末期 這個當然是 不是指說 車禍啊 或是離癌初期 而是說被醫生判定說 他大概就是 已經到盡頭了 這樣子一個病患呢 他如果經過電極呢 繼續的存活率 有5% 5%是高是低 真的是見仁見智 很多家屬說 還有5% 我救的回來這個機率 我怎麼可以放棄 插管的話呢 也大概還有5% 的這個存活率 那心肺復甦 如果是在院內做的 心肺復甦的話呢 高達16%的存活率 氣切 血液透析 也就是洗腎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葉克膜的 或者是疏液啊 營養劑啊 或是打這種疼痛藥物控制 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找到存活率的這個數據 可是我想問的是 家屬 因為到這個時候 大概很多病患 已經沒有辦法表達 他自己的一些意願 情緒或是苦痛 大概都是家屬 在幫他做決定 可是家屬看到 救還有機率 那把管 是一點機率都沒有 可是 不把管 他會很痛苦 我們怎麼樣去判斷 到底該不該放棄 積極的治療 是 請容許我先講一些 醫學倫理的問題 是 五千年前 那個時候沒有住院 也沒有全民健保 所以西方國家 他們 生命很寶貴 我們要尊重 我們不能放棄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就是無論如何 要把生命維持下去 他的道理 我們中國的傳統 見死不救 最莫大眼 所以這個是 古代一路下 可是大家想 古代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有醫療科技 你可以插管 可以奠機 可以用人工調平器 可以把這一些 痛苦的生命 繼續延持下去 大家要想想看 我們現在這樣做 是用的是別人的錢 是不是要考慮到 你是不是 侵占了別人的權益 我們在抱怨等不到床 我們在抱怨 健保又要調漲 那你要想想看 如果我們能夠理智一點 不要把這些金錢 浪費在於這一些 因為已經很痛苦的 絕對沒有希望恢復的 無用的生命 也許 我們可以更容易住院 也許我們的保惠 可以不分擔那麼重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理智一點 我們不能用古代的醫學倫理 因為古代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我非常支持楊書長 說到了一個階段 我們應該理智的 就是不要做積極的治療 是是可是 也許是被醫生認為說 他是到末期 可是對家屬來講 我不認為他是到末期 因為 舊應該還有機會 可是到底有沒有機會 對所以剛才你提到的是說 植物人又會救活起來 那絕對是診斷錯誤了 所以真的植物人是不會恢復的 那偶爾少順你看到 死掉宣告死亡 送到太平人又抬回來的 或者是說植物人又回來 那些絕對是診斷錯誤 所以 可是家人就會覺得說 萬一有這個豁然的機會的話 怎麼辦 問題是在於 要說下那個不救的那個很難 這個就是醫師呢 要有一個廣大的社會責任感 因為我們必須為社會大眾去思考 我們不能把所有的社會資源 都用在這個地方 我再舉一個例子 今天假定一個醫院只剩下一萬CC的血液 有一個肝癌末期的病人在大量出血 你如果把這一萬CC的血統統給他 不信一個小朋友來個車後 疲倦破壞的需要數學 那你就只能讓他死亡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理智的 說我們應該要把醫療資源掌握得恰到好處 應該是對社會大眾負責 而不是單獨對一個人的家屬負責 是是是 加恩剛剛謝教授談的是 整個所謂的社會責任 以及整個資源分配的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 從個人的角度來出發 因為一般民眾 當然我們希望所有的人 都可以考慮到社會責任 跟這種醫療資源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可是一般民眾更在意的是 我做這樣的決定 是不是不好 有沒有剝奪掉長者父母的生命 我真的有權去決定 我的爸爸媽媽該不該把管 我做這樣的決定 我的已經不會講話的爸爸媽媽 真的能夠支持嗎 可能很多旁邊的親戚朋友就說 你老婆老婆把你責任這麼大 註冊一直貼一直貼 結果你為了生的一天幾千塊的 這個勘付費用 或是為了你自己責任苦 你就把他把管或什麼的 因為你一定比我們 有更多的體認跟思考 對於死亡這件事情 你怎麼樣思考 到了那個時候的時候 你的意願 多跟家人相處一分鐘 不是多一點點的珍惜跟幸福嗎 我想我的立場比較 比較該從病患本身 這個立場出發會比較客觀 我自己離癌三年了 那中間經過三次大手術 然後三年中也沒有停止過化療 不管是注射的還是口服的 我吃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頭 所以如果站在一個自己是癌症末期病人的立場 我想我是會簽下這一個 遇歷不急救的這個聲明 因為我知道在癌症的治療 那個中間的痛苦有多痛苦 而在最後要積極搶救的時候 那個痛苦一定更勝於治療時的 所以如果在我生命 我在面對死亡是短期內必然會發生的話 我會寧願讓我舒舒服服的 讓我心裡很平靜 跟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好好道別 這是我個人自己從病患的本身出發 但是我看到周遭大部分的癌症的病友 對沒錯 家屬的阻力其實是比病患本身更多 大部分是病患本身都已經願意了 但是家屬不願意他進安寧病房 或接受安寧的療癒 總是希望能夠再積極搶救 對 這個其實是蠻可惜的地方 因為其實在最後搶救的那個過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非常的殘忍 但是我想中國人的這個觀念 好死不如賴火這個觀念 其實是應該要在現代應該要做一些更正 尤其在已經在生命末期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藥物可以緩解 我們減少在面對生命末期的苦痛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更珍惜那最後一段很寶貴的時光 護理師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大概我們這種年紀也都經歷過不少的親友的過世死亡 也看過不少那種器切啊插管啊 或者是就是一輩子就這樣子處理醫療治療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當然能夠部分的體會意識到那種病患所承受的痛苦 可是因為這些病 因為我昨天才去參加我一個親戚的頭七 那兩個月前他才那個都還在插管 那大概是一兩個禮拜前才拔管 然後拔了之後就走了這樣子 你當然知道他很痛苦 可是你不知道那個到底有多痛苦 相較起能夠延續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甚至幾個月的生命 很多家屬最後還是決定說 對的確會痛苦 可是還是讓他延續生命 還是做積極的治療會比較好 站在一個看過那麼多的積極治療的情形的護理師的立場來看 你又如何理解包括器切 包括電擊 包括插管這種積極治療 病患本身 它到底造成多少的傷害 你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關於急救措施 事實上醫療上面有這個措施 它一定是有它的目的的 那像主持人剛才提到 插一個器 我們所謂的器管內管 本身呢 它是一個很長的管子 像我常跟民眾說 你們沒看過它 因為一般在做這種侵入治療的時候 以在一個醫療場域裡頭 我們通常都是家屬在外面的 專業人員在裡面處理 他們沒有看到那個管子有多長 它是怎麼樣放進去的 但它如果看到那個管子 它把管說 天啊 這麼長一段 從鼻腔或從口腔放進去的時候 在放置放的過程當中 當然醫師的技術 它可以很純熟的放進去 但放進去之後呢 病人他沒有辦法說話 他沒有辦法吞口水 那這樣子 即使是他是清醒的個案 他也沒有辦法跟你溝通 那對家屬來說 這時候是 你眼睜睜睜的看著他 但是他只能看著你 因為他說不出話來 那這是擦器管內管造成的 那延續下去 那個在我們臨床中呢 器管內管擦一段時間以後 它勢必一定要拿掉的 一定 再可能再換成器切 因為他沒有辦法擺放太久 他整個從我們的鼻腔 一直到整個器官鼻這樣放進去 他是會去壓迫的 所以可能造成這個 整個器道上的一個損傷 所以可能之後 如果病人還得依靠他 來做給養的動作 或者是像剛才我們老師講到 他需要抽痰 這些病人他已經沒有辦法 有自主的能力可痰 他勢必一定要借外力來抽痰 這些對病人來說 他有時候 有些病人是很敏感的 當我們抽痰的管子放進去 他會有一些的全身性的反應出來 那這些其實對有一些的家屬 他會更心疼 他以前不知道說 這樣喔 結果在操作這些過程的時候 他開始感受到那個不舒服 特別是沒有辦法再溝通 沒辦法再溝通這件事情 對很多家屬來說 他們會覺得 怎麼現在連話都講不成了 還是會有那樣子的遺憾在 那這只是一個插管 更何況你要做電擊 或者是做心肺附輸術 剛才主持人提到 心肺附輸術 他是必須要從外力 把我們的心臟整個壓下去 讓他的承受那個力氣 然後藉這個機會來 或許他可以有心跳 這對一個末期病人 那末期病人 什麼樣子的病人 叫末期病人 其實在我們台灣的安寧法醫療條例裡頭 在這是一個立法院在民國在2000年 就已經三讀通過的一個法律裡頭 他明義定得非常的清楚 安寧法醫療條例裡面寫到的 末期病人就是呢 他身上已經罹患了不可治癒性疾病 且身上已經器官衰竭 已經離死亡 是由醫療醫師 由醫師來判斷他離死亡不遠的 那對這些病人來說 你看他已經在器官衰竭了 你即便給他做這麼多的一個心外按摩 或者是電擊 那個電擊還要看病人的心臟反應 他可能是150 200 360膠爾 這樣子的電 一下子看 在做這些措施 這個放在病人身上 電到 我想這個部分 有時候電視上我們會可以看到 那他電擊下去的時候 病人是會有那個反作用力出來的 那這些 為什麼家屬明明 他不一定可以很快感受到那個不舒服 就像我講的 因為我們常在做這些措施的時候 家屬因為怕他們也擔心害怕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是被請在外面的 他看不到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去轉述這樣子的過程 也希望是他們去了解就是說 醫師在決定用這些急救措施的時候 一定有適應的時機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 像楊署長講的 他如果癌末的診斷 已經定義的這麼清楚 而且是經過 在安寧皇醫療條例裡面提到是 要有兩位醫師來判斷 那這個都已經這麼謹慎的 在對待一個生命的過程裡頭呢 那是不應該再對這些 已經是非常非常虛弱的身體 來加諸這些額外的一些措施的 所以你的意思 我們其實要好好界定 什麼叫生命末期 因為那會牽涉到 我們到底要不要判定 放棄機子治療這個東西 您剛剛談到說 所謂的生命末期 是有嚴謹的定義的 是會有超過兩位專業的醫師 來去認定這位病患真的是 怎麼救都救不回來的 這個才叫做生命末期 這個跟我們說 談到的所謂理愛初期 他可能進行化療啊 或其他的治療 這是完全是兩回事 也跟那種突然間的車禍 那個也是兩回事 那個可能都救得回來 跟我們今天要談的 所謂的已經進入生命末期 這個是完全不搭嘎的 可是當醫生 兩位專業的這些組織醫生 判定這位病患是生命末期 難道沒有救回來的例子嗎 請教護理師 我覺得你的臨床經驗 難道沒有說 雖然他已經被判定是生命末期了 可是經過那種痛苦的 這一種茶館啊 因為我想要釐清什麼叫做救回來 因為呢 延長生命跟救回來 並不代表這個病不見了 因為他本身已經罹患的是一個 不可治癒性疾病 包括現在我們不僅單止是 阿尼管理條例 它不單止是運用在癌症病人身上 包括從去年開始 我們也針對了一些比較長期慢性的 所謂八大肺癌疾病 那都有非常嚴謹的 那這些呢 事實上我們的醫療專業的醫師 在操作的時候 他們是很嚴謹 因為我們要去判定它叫末期 所以他們不是隨隨便便說的 那他們要必須真正依照病人的 整個的病理歷程 跟他的臨床表徵 他們要一起來看這個底分的 所以所謂的救回來 可能只是延續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幾個月的這個生命 這可能是不是有點模糊階段 譬如說有人被醫生診斷是癌症末期 然後他就放棄醫療自己出去 用什麼各式方法不知道 然後後來他就好了 然後所以還有人注書說 其實我是被醫生宣告什麼死刑 但是我後來用什麼方法 譬如說生機療療什麼療療 他又活了 是不是有這種很特別的例子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要宣告我的 我要觸奪我的父母長者的生命的時候 我會碰到這樣的一個困擾 所以要請教教授 癌症末期一般人就是說是第四期 第四期就是最後一期 可是很多第四期活得好好的 在化療之後他活得非常好 他所謂的五年之後的存活率 是非常高的 這個東西叫做癌症末期嗎 跟我們談的生命末期 那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這病人很混淆 現在是這樣 我先來回答一下 剛才慧英姐說的 因為真正的癌症的診斷 要非常慎重 一定要取出這個腫瘤的組織 在顯微鏡底下檢視 的確看到癌細胞 可是現在台灣很多 醫師草率的診斷癌症 他沒有一種病理組織的診斷 隨便講一句話就是癌症 所以這些也都是診斷錯誤 尤其中醫師更是會跟民眾說 你千萬不要給西醫弄一個針取出來 他說你給西醫師這樣一做的話 他的療效就失去了 因為他也知道 當我們西醫經過病理的診斷 確實是癌症 他中醫師是無能為力的 所以現在在台灣很多人說 某某人經過醫師診斷是癌症 結果他好起來 那些都是沒有經過正式的病理診斷 正式的癌症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 我們累積一兩百年的經驗 尤其最近五十年來 我們都知道這個癌細胞 對電療化療的敏感度如何 所以說我們診斷說已經沒有效 不是空嘴巴 第一個我們從病理診斷知道 他是哪一種癌細胞 然後根據過去的累積的見證 知道對電療化療有沒有效 然後我們預期剩下的生命不超過半年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主任你剛才提到說 什麼叫癌症 進行的 ». 讓我們去試坐 我們去試坐 我們在做